我们的军队不是中国人 他们懂得如何服从命 我明白 不过长期以来 我一直都担心 如果于鹏城也看破了这一点 主动带兵出城寻求决战的 这是三天前的《太晤士报》 蒋介石在开罗吹牛地说 唐德将是亚洲战场的转折点 中国人爱面子 总统说的话不能不执行 就是于鹏城想出城决战 蒋介石也是不会答应的 把唐德城好围去这件事情 就让腾圆弥山放手去干吧 法院有好反复 不敢 都可以给米党 我希望抗挨他一路 我们不能让唐德太平静 不能让唐德的老百姓 太有希望 我们要让他失望 要让他们自己乱起来 那我们该怎么做 上次你们散布沈家没粮食了 被沈祥宁的假粮食给蒙过去了 这一次 我们要揭穿他的阴谋 告诉唐德的老百姓 沈家早就没粮食了 唐德的病毒 马上就要爆发了 唐德的病毒 马上就要爆发了 饥饿和死亡 这两种恐怖交加 会把唐德最后一点安定 死得粉碎 你们两个去办这件事 其他的人跟我去获肠 这一次 我要把唐德翻个天 我看你们去打 厂房和睡塔附近都检查过了 都没有发现中国的驻军 可惜 真是可惜呀 难道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有什么漏洞吗 我是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而可惜 他们把唐德城分成了五个区域 而每个区域 都要建成一个破城后的巷站据点 不管从地理环境 和建筑条件上看 这个货厂都是最佳的防御地点 可是他们呢 却放弃了这个最佳的潜在据点 在这里 这儿 很好 他们是不会放弃这两个潜在的据点 很好 卫先生 您这么着急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刚才平安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可以诱布混进城的日本间隙 何警官 您又想出什么好计划了 上次你跟我提出 把整个这个城划分五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设立一个据点 一旦破城 五个据点 是有利地形我们进行还击 这一点我们能想到 敌人也能想到啊 因此 平安提出了一个好的方案 将计就计 利用这几个点 来诱布 日本间隙 和清副坚细的机械心态 你让卫旧风把汤德成分为五个互相封闭的区域 这样 我们就利用这五个区间互不相通的便利 来完成我们下一步计划 什么计划 我会彻底破坏这五个区域内用来防御的 可潜在的据点 会迎接我们的将军阁下进城后的军事行动 彻底扫清战牌 我看你们一起的 好 柳主任啊 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何警官的计策实在是高明 能把日本人的行动揣摩得如此到位 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如果不是柳主任 先提出把唐德分为互不相同的五个区域 我也绝对想不到这个主意 主意是好 可是可行性并不大 我之前提出把唐德分成五个区域 那是为了快速安眠 防止奸细陷漏 如果现在把这五个区域 搞什么诱补的话 刚刚稳定下来的秩序 要被打乱 那奸细就可以趁乱 四处逃窜 我觉得意义不大 而且还会浪费宝贵的战备资源 我会 你看啊 这五个地方分别是 亚洲旅社 火厂 县政府 居服楼 中央银行 那么 亚洲旅社出事没有多久 县政府有警察在那儿 中央银行有虎奔在那儿 所以短时间之内 敌人不可能袭击这三个地方 那么剩下的 一个居服楼 一个火厂 所以 我想为县长建议 有我和刘主任各带一队 分别在两处 守株待兔 这样既不影响 刚刚稳定下来的秩序 也不会让日军间隙有机可乘 经过请示 余市长已经认同了我们的这个行动计划 我说 大家伙都听到了吗 昨天晚上的爆炸声可真吓人哪 听说那是我们虎奔师的弹药库 这一炸 全都成了平地 听说还死了几个当兵的 你说这是谁干的呢 谁干的 还能有谁呀 日本奸细呗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啊 我听说沈家的粮仓都空了 不说 上次我亲眼看见的 满满堆尖的粮仓 这个你也信啊 你们想想看 那天 她为什么不让我们见粮仓 还让沈家的人 把粮仓都搬出来 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认识沈祥林身边 那个粥死姑娘 她说 沈家的粮仓早就空了 是沈祥林 故意把沈家最后的粮仓搬出来 放到粮堆上 那下面可都是草啊 我敢说 用不了两天 她沈家一粒粮仓都拿不出来 到时候我们大家 就等她活活饿死吗 我不信 沈家的粮食 多得可以铺满 counter �h贝成 再说了 她为什么要骗我们 不信 不信我就带你去吵吵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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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所以这么重要的行动 我不建议由何警官来执行 刘主任 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意见 你和平安去抓那个日本奸细 是于市长亲口下的命 你不也是同意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有我一个人带着两队人马 分别在货厂和拒付楼 事事又补 不行 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 敌人要袭击哪个目标 况且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如果何平安是间隙 我是说如果 他提出分头行动 是为了配合前来破坏的同党 放走了间隙 谁来负责 刘主任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原因 你在这儿当个大眼珠 你耽误时间 既然刘主任不相信我 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什么办法 抓救 荒唐 你把行动当儿戏啊 荒唐 可是公平 刘主任既然不相信我 不管我选择哪一个据定 他都不会放心 倒不如赌一把 谁都不决定 让老天爷来决定 我们谁去哪儿 我不同意 魏县长他才说过了 这是儿戏 行行行 抓救 我睡觉了 五分钟 是 行 我们先搶 我们先搶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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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啊 这 这粮食可不能搶啊 这是给这大伙 留地救命的粮啊 放屁 什么救命的粮食 沈家早就没粮了 没粮了 你这话怎么说的 昨天各位都看见了 这沈家的粮食 这都满舱满舱 都堆在家了 那大家回吧 回吧 咱们可不能停下山洞啊 如果里面真有粮食 那你们为什么 不敢打开舱门 让我们都看看 这 我不是说了吗 这粮食啊 都堆在家了 我这一开门 这粮食塌下来就坏了 回吧 回吧 别听她的 我们撞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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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抢啊 不能抢啊 二兄弟们快回来 看看宝王的吧 出什么事了 这么急 家里出大事了 这帮灾民不知道被谁煽动 砸了粮仓 非逼小姐把粮食拿出来 粮仓 就是你在底下塞了草 冒充粮食的那个 我就知道早晚会出事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不用为我担心 我能应付得了 你现在得抓紧时间 抓到卧底 赶紧走吧 你 瞧你 没认识你之前 我经历的事情多了 你不是也说过吗 宁可得罪魏九风 不能得罪沈祥林 签给我 拿这个下好他们 小心点 何大哥 你放心吧 有我呢 你也要小心一点 如果行动顺利的话 晚上来找你 去吧 快 快 小姐 这个人怎么这么变手啊 他只是一个警察 我的臣子 人家 把我带到这儿 你不再来 我这儿 我跟他们牵手 都不再来 切开 我 下枉手 和你 和你要 第一个不 辞 什么 你的 什么 天啊 我的 你 真是 我 你 一旦我有三尘两端 你的小忠书 就会像雪佩一样 在糖的城上满天飞舞 到时候 你一向过去的老鼠 人人看大 你懂吗 你懂吗 刘主任怎么来了 我这儿现在可不开张了 奉命行事 抓奸细 凤老板 最近有什么陌生人来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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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从唐德成被围 这城里只有出去的 没有进来的 这哪儿还有什么客人呀 再说了 头几天我刚回来 我这店就不开了 连讨饭借宿的难民都没有吗 他 这魏县长不是早已下了禁止令 城里划为五个区域 所有人员不得随意走动吗 也是他让我来的 刘主任地窖搜过了 没有发现 刘主任后楼搜过了没有发现 刘主任 这唐德成里都知道 魏县长喜欢有空来这儿坐一坐 就算真有奸细 他也不敢再去服楼呀 刘主任 这唐德成里都知道 魏县长喜欢有空来这儿坐一坐 就算真有奸细 他也不敢再去服楼呀 冯老板 多注意身体 打扰了 那咱们赌一把 谁都不决定 让老天爷来决定 我们谁去哪儿 我不同意 魏县长刚才说过呢 这是儿戏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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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抓住 要让他赌装了 要让他赌装了 刘三 你先别下车 记住 趁我进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你从后门进去 一定要保护好小少爷 小姐 我想起来了 刚才那个警察 就是杀大少爷的人 不可能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他叫何平安 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吧 这不会错的 华诚辉我都认识他 刚开始我还没想起来 刚才他给你的手枪装子弹 就是他 他拿枪的动作 我到死也忘不了 走 唐院队队 何平安带您过来了 何平安 这是 竟然被他找到了 杀了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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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刘三 你肯定认错人了 不会认错的 就是他一枪打死了大少爷 他的想法太准了 好 我已经瞄准好了 你只要慢慢地扣下扳机 不要用力 不知不觉 子弹打出去 就能打中 稳住心神 跟着呼吸 放安心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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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不能下去 太危险了 放开我 我倒要看看 谁敢抢我们沈家的粮食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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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在沈家胡闹 我保证你们 见不到一粒粮食 你们不是找我要粮食吗 好 我让你们看看 粮食到底在哪儿 看到了吗 自从唐德被围 政府的人 军队的人 还有你们这些没吃的人 哪一个不是从我们沈家借的粮 到现在为止 沈家向你们要过一分钱吗 向你们要过一粒粮食吗 这么久了 沈家就是积粮成山 也早就被你们这帮人给吃空了 唐德城里粮商那么多 鬼子一来 全都跑了 只有沈家没走 开铺放粮 救济灾民 你们都摸着自己良心想一想 要是没有沈家 你们谁能活到现在 沈家不是真机员 当然 也不指望你们记得沈家的恩德 不过大难临头 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只能合中共青 从现在开始 一人少吃一口 挨到援军打完 大家都还能活 要不然 大家都得死 沈家空了 真的没有粮食了 文美克怎么办 沈家真的没有粮食了 咱们走吧 大家不能走 谁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打过来 他就是想饿死咱们 那天魏先生来的时候 他们家明明就有粮食 但是现在我们来要粮 他却跟我们说没有粮食 他就是想饿死咱们 我们绝对不能走 我们必须让他们交出粮食 让他们交粮 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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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交粮 你 隐蔽 粮食我已经交出来了 不过 谁要是能够揪出 刚才躲着说话的人 我就第一个让他有粮食 沈家吃他 就是他我亲眼看见的 快 大家伙听我说的是 这兵风马乱的 除了粮食我们什么都靠得住 要不是我们逼他交粮 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粮食吗 反正都是死 谁先想到就是谁的 抢啊 我看谁敢抢 你们别忘了 魏县长曾经下过命令 在唐德煽动轰抢者 以日本汉奸论处 可以当场击毙 谁要是再敢像他这样的话 我沈湘林 绝不留情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谁想有良知 就必须听我沈湘林的 是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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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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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从现在开始 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跟着周四学开枪 能打中一次靶子 就可以吃一顿饭 要是打不中 那对不起了 就是老天要让你们饿死 这就是我的公道 那不行 不可能人人都会开枪吧 男人还行 老人小孩怎么办 我跟你们一样 从现在开始 若是打不中靶子 我也不吃饭 不行 你本来就会开枪 好 薛文 过来 姐 我还怕 你要学着勇敢 你不是一直想要学打枪吗 拿着它 抓住枪 盯着靶子上的轰点 盯住了 不要心乱 开枪 姐 我打中了 我打中了 薛文 小少爷 薛文 薛文 周四 去医院 去 大夫 快点人了 大夫 快看我们家小少爷 这是怎么了 您快看看 快帮人看一下 来 别动 这是怎么了医生 先住院吧 大夫 很严重吗 和这些人一样 都是中毒 中毒 中什么毒 从今天早晨开始 已经有十多个病人入院 我们做过检查 发现他们的血液样本里 都有一种不明的毒素 和你弟弟症状一样 红疹 腹痛 悬晕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弟弟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吗 拜托了 你放心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一 二 三 恰恰是三道风险 中国人对于数字 总是有一种荒唐 而又固执的迷信 势不扩散 他们在唐德的 守军本来就不多 还要在三道防线之间 分散不防 分驳了每一道防线的兵力 这简直就是自暴其短啊 殿下 看来还不是完全了解中国人哪 密封城 化证为岭 分不设分 起真实的目的 并不是想拒敌城外 而是最大限度的 阻挡我们攻进唐德的时间 那阁下既然看得透彻 为什么不迅速拿下唐德 攻下这三道防线 我在等待最佳时机 届时 我就一起冲破他们所有的防线 彻底摧毁 腾德蜀军的意志 我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哪 报 将军阁下 所有大炮已集结完毕等候指令 东风来了 命令 全体出击 是 一目的 警察 你这我厉害吗 抵不住了 折吧 不过去 施作的魅力 别过来吃 撒 开 语捧城的层层设防 却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呀 只要我们突破前面的三道螃蟹 我们就可以兵闭唐德 争取在二十四小时攻入城中 相信 此时唐德城内的东风 唐元军也已经为将军阁下 准备妥当 保护师长 连长牺牲 我防伤亡过半 难以坚持 撑不住了 日军的火力优势太过明显 如果继续坚守战地 只能让我们的士兵 做无谓的牺牲 唐德是一场持久战 当务之际 还是保存实力吧 将军阁下 他们开始撤退了 就让他们撤吧 让他们带着死亡的恐惧 回到城中 而此时的唐德 殿下 也正是病毒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准备吧 真正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师座 师座 扶起来 这是我们连长唯一留下的东西 他死也不后退 是 辛苦了 好好养伤 师座 帐篷这天剑简陋 还是火速把他们送回营地 或者医院 便于军医急诅治疗 部队刚刚发生病毒感染 再转入大批的伤兵 这种悲观和恐慌啊 扩散起来比病毒还快 报告失作 城内出现大批中毒事件 疑似感染人员已经送到医院 糟糕 您不能进去吗 让我们进去 余师长 事态危急 任何人都不能穿过隔离带 包括您 现在什么情况 病毒比疫期发展得要快 仅从今天早晨开始 医院就收治了三十几名病患 有士兵也有拼命 看来病毒已经全面扩散 全面扩散 你们研究的疫苗呢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以现有的经验和技术 很难配置成功 没有疫苗 那防止扩散的 预防方案总得有吧 病毒扩散传染的途径 暂时还不清楚 临时只能对感染者 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措施 除此之外 也就是说 我的士兵只能等死 我建议尽快向长沙附近 调建优越的大医院求救 报告社长 参谋长 长沙集电 快念 有关唐德疫情 因我院并无此类病毒记录 亦无法得知病毒具体性质 因此不能配置疫苗 望唐德尽快另寻他路 切莫耽误疫情 另寻他路 还有如何寻吗 求告无门哪 晓晓 师父 不是死了吗 你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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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师父都担心死了 你去哪儿了呀 你不是让那姓何他给杀了吗 何平安他没有杀我 他救了我 他是伤了他自己 他救了你 不可能 我亲眼看他一刀磨了你 他怎么可能救了你啊 是啊 他是救了我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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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我瞧这妹妹呢 瞧瞧 这不是你带的点 你赶紧走 快走 快走 快走啊 我没死呀 你没死啊 这可太好了 你这个何偏派来的卧底 赶紧滚 师父 我不是我爹 跟我废什么话 我不是你师父 走 快走 师父 我不是我爹 我再说一遍 你不是我徒弟 我也不是你师父 你给我滚 兄弟 这你就不对了 我瞧这妹妹刚回来 你说滚就滚哪 妹子 别跟她一般见识 走 跟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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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来坐这儿 坐这儿 快 来 你看 我把这书都给忘了 你是大当家的呀 你应该坐这儿 来 来 规矩不能破 要不我跟日本人 都没法交代了 好 妹子啊 先回回来 那咱就别走了 我回来 是想有件事求你们 什么事 帮我救人 救人 救小猴子 救 小猴子 他就是何平安的儿子 日本人把他给抓走了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帮我救他 还说不是为了何平安而来 师父 何平安救过我 我欠他的 他把小猴子交给我 可小猴子 小猴子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如果不救回小猴子 我 庆贺给你下什么逼回药 赶紧滚 你管 你管 我不许你对我妹妹这么说话 妹哥 救人可以 可是 我有什么好处呢 你说 这个 说 你做我的婆娘 我答应 答应了 绝不反悔 他答应了 他答应了 小猴子是我徒弟 他的婚事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我告诉你凯同事吗 你能做上这把交椅 那就是意思意思 你要是敢交我的婚事 我照样收拾你 那就这么定了 我却不知不知 不知好了 咱们拜堂 我 你好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一位叫沈湘玲的病人 沈湘玲 今天早上才进来的 是有这个人 但是你现在还不能进去见他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不确定 病毒是不是会人传人 一旦有发病的迹象 都必须被隔离 不能与任何人接触 我只想见他一面 哪怕让我看他一眼也行 不行 这是医院规定 何平安 我打死你 你干什么 打死你 给沈家大少爷报仇 你说什么 说什么给沈家大少爷报仇 我告诉你 九年前 沈家大少爷任国军连长的事 那时候被人一枪打死了 打死他的人就是你 信何的 你当年一枪打死我们家大少爷 今天还这么看我们家小姐 你暗的是什么心 不用说了 我总记得 九年前 我在唐克杀死了一个国民党军官 他就是沈家大少爷 沈小姐的亲哥哥 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给大少爷报仇 住手 河头 谁打得着 是他 就是他在医院行凶 站住 别追了 我没事 河头 他刚才要打你啊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欠他的 欠他的 一切都是命 一切都是明 为了欠和的 你甘愿嫁给混江龙 我是为了救小猴子 小猴子是和平安的儿子 还说不是为他 师父 其实我跟和平安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 我要杀了混江龙 你说什么 自从来到山寨 我忍不忍归不归 虽说有小日本的程遥 但整个山寨的人 都听混江龙的 杀了他 我没有好日子过 你一定要把我杀了他 我 我怎么杀他 别怕 师父在 我 我怎么杀他 太厉害了 你的时发 把你�相剑不得了 重一定有山下 解答你了 解 Olá 快拍到演说 快刀 快刀 美雄 教术 是想说好 怎么会死呀 跟我们一块儿来的那个警察 都死了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下来 没有坚持 相信姐姐 只要你肯坚持等到袁军来 就会有好的军医给你治病 到时候你就好了 那袁军什么时候来呀 快了 很快就来了 那他们没来我就死了 还是要被扔进那个大炉子里烧呀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你不会死的 记住了吗 这个 是咱们家传的护身符 你拿着它 就不会有事了 拿好它 这不是爹留给你治新病的吗 还能治这个病 能啊 这 骗我 这个传家保护我不要了 这个传家保护我不要了 它救不了咱们 何大哥为什么不来 何大哥肯定有办法救咱们 你 还是要认为 那我会认为 那我没想到 这是 真的 都不想到 我 我 我 不想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